欢迎收看本节目,我是主持人圆圆 9月11日,有消息称外媒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38岁麻辣基的老公被捕入狱的消息 据悉,因麻辣基丈夫肯尼斯·佩迪因犯罪未遂而为登记为性侵犯罪者被捕 并在法院上已认罪将面临10年以上的牢狱之灾或处终身监禁 并于明年初进行终审宣判 这一消息曝光后,许多网友纷纷感到了惊讶 还有不少对麻辣基的状态,表示了担忧麻辣基啊 女孩子不要恋爱脑啊,还有网友称一张床睡不出两种人 疑似对麻辣基和他老公的感情早在之前就有看法 说唱天后麻辣基和其老公的感情一直备受争议 两人是青梅竹马,在16岁时便相识,本是一场令人羡慕的感情 但因南方过往的事迹,可以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备受争议 麻辣基更是在与他恋爱半年后便宣布结婚 更是在去年生下了一个孩子,令无数粉丝感到心碎 据悉,让众人对麻辣基的这段感情无法祝福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老公曾是一名罪犯 在15岁时对一名未成年少女下手 并在之后的人生中犯下过世杀人的罪 而麻辣基在知晓后反而为其丈夫辩解,称他当时才15岁 而南方更是五个孩子的父亲,麻辣基作为天后却甘愿当后妈 更是在结婚宣布后,麻辣基表示将退圈,引起一阵风波惹粉丝不满 虽后来表示,是结束演唱会并不是演艺生涯 但放弃事业的行为还是让人大吃一惊 麻辣基至今没有公开孩子性别等信息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,能看出他对这个孩子保护的小心翼翼 等待麻辣基的回应,希望他早日看清身边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删除,点赞了吗?关注了吗?谢谢